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个例 但总的来说这还不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能够顺利的实现AdSense收款 还没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在前段时间我重新注册了一个AdSense账号 把国家或地区设置成了香港 并且这个账号已经成功的关联了我的YouTube频道 这样以后我就可以使用香港地区的这个AdSense账号 来进行YouTube频道的收款了 那么究竟具体是用什么方法收款呢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申请香港地区的银行账号 所以电汇这种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经过多方的查询与反复斟酌 最后我决定目前暂时使用乒乓这个平台来进行收款 下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名称是这样的 它的发音并不是叫乒乓 为了发音方面 今天我们就站起来叫它乒乓 乒乓是中国第一家跨境收款平台 服务于广大中国跨境电商卖家 个人开发者 个人站长 也就是说它能够实现公对私的收款 但是在Google AdSense后台 收款的话 只能是选择美国和香港两个地区 关于手续费呢 比较低 最高1% 比电汇和其他的一些平台 手续费都要低 现在咱们打开乒乓的官网来看一下 好 这就是它的官网地址 我会把这个地址放在视频说明区 打开以后 首先要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点击注册 选择国家 这个地方选择的国家 并不是AdSense注册时选择的国家或地区 这里一定要选择最后用来收款的银行卡 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就比如我们中国大陆就选择中国 不能选择AdSense所在的国家 这里呢就要选择中国 选择以后 选择以后 按照这边的信息填写 手机号 包括在后面关联的个人信息 都要保证是正确的信息 关于如何注册 在前面这个网站上呢 有具体的说明 关于注册的过程 我就不再演示了 下面我登录一下 我的乒乓的账号 好 我使用邮箱登录 当然可以使用关联的手机号登录 今天呢我们主要演示一下如何使用乒乓这个平台来进行AdSense收款 所以我们在左侧要往下拉选择谷歌AdSense 选择谷歌AdSense以后 右侧的信息要完善一下 网站名称我们就写我的YouTube频道的名称 发布商ID在哪里查看呢 这里需要打开我的信息账号 打开以后 点击 账号 设置下面有一个账号信息 点击一下 这个就是发布商ID 下面有一个客户ID 我们填写的时候就要填写发布商ID 复制一下 再填一下 网站地址 也就是我们YouTube频道的个人频道地址 好 也就是这个 我的频道地址 好 把它粘贴在这里 GoogleAdSense收款账号信息 选择中国香港 这里选择港币和美元都选上 好 然后我们点击绑定发布商ID 绑定以后 这边有一个提示 收款账户将在一分钟内发放 也就是给我们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我们要填写到AdSense的后台 下面有两个选项 继续添加电部 我们不添加 我们需要完善实名信息 完善信息这个地方 要上传个人的证件 身份证正面 反面和手持身份证 好 下面的过程呢 按照提示 朝照就可以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打开乒乓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连接VPN或其他的代理 因为在一个网站呢 不需要翻墙就可以打开 打开VPN软件有时候反而更慢 好 这些信息提交完以后 等待审核就可以了 这里呢 显示审核中 等到审核通过以后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等待 现在我的账户 实名信息已经认证成功 显示实名已认证 下面这些信息呢 保定微信修改密码这些呢 可以选择性的操作 好 我们点开账户中心 看一下提现账户 添加新的提现账户 币种人民币 选择银行名称 我选择中国农业银行 好 输入卡号 好 相应的输入 下面的所有信息 输入验证码 点击同意 然后添加新的提现账户 在填写完收款的银行卡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如何查看乒乓这个平台提供给我们的用来在AdSense收款的账号信息呢 我们在这个界面账号中心 我的账号这个界面点击平台管理 点击平台管理以后我们看到上面有两个账户 其实这两个账户就是一个账号 因为他们的币种显示的不同 我们点开看一下点开更多 店铺信息 我们看一下 一个港币的 一个美元的 里面的账户的信息 账号 银行名称 银行代码 都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在填写账号信息的时候呢 随便就填写一个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打开AdSense的后台 添加一下付款信息 也就是我们来收取YouTube广告费的账号信息 我们点击首页下面有一个付款 好 点击添加付款方式 填一下信息 银行账户上的姓名 我们填一下 就填写我的姓名 用中文填写就可以 然后账号 账号这里面有银行代码 非银行代码 账号 我们先填写一下 银行账号 复制一下 银行代号 就是银行代码 复制一下 分行代码 支行代码 就是分行的代码 391 我们输入391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是银行代码 分行代码 账号 分别对应的就是 银行代码 支行代码 和这个账号 下面我们点击保存 这边提示 Google会在未来 三到五个工作日 向您的银行账户 位入一笔不到 三港币的款项 请转到付款方式 页面并输入 准效的存款金额 好 点击确定 它其实是汇入一笔不到三港币的款项 我们就选择这个款项 然后点击验证就可以了 这个要等到Google汇入 我们刚才添加了这个账户以后呢 我们才能看到 看到以后呢 我们添加一下相应的汇入的信息 点击验证就可以了 到此为止通过乒乓这一个平台 来进行AdSense收款的内容 就讲解完毕 通过乒乓这一个平台 进行AdSense收款 是大陆地区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希望我今天的讲解 能够对朋友们有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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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